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观赏美玲心语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主题 是跟我们的生命很大的关系 就是你的思考方向 很多人都告诉我说 老师我没办法正面思考 那为什么要正面思考 可是他们却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一直现在负面思考 其实真正的要来跟大家谈的这个主题 跟意志力有关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定的主题 叫意志力来丰富生命能量 运用意志力来丰富生命的能量 其实有时候我们仔细的去盘点 我们生命中的这个起心动念 去了解我们的言行举止 你会发现呢 很多的人他们的主题 常常放在生命自己的苦难 痛苦跟困难当中 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主题滋养现实 我还记得我听过张总谋 张董事长讲过一句话 他说主题在哪里 成就就在哪里 一个人的主题在哪里 成就就在哪里 为什么有一些人呢 他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他们的困难跟阻碍 所以他就痛苦 他就难过 也就是说 正面思考这件事是需要学习的 如果一个人他把注意力放在 对他的生命当中 对他有帮助的事情上 他就会看到机会大到 他就会看到可能性 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办不到呢 我想这件事跟你的意志力有关 什么叫意志力 透过一个人做决定的数量 就可以知道他有多少的自由 只有一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 他的快乐多于痛苦 他自然就会希望拥有更多的自由 更少的教条灌输 跟所谓的应该必须 相反的 当一个人在做决定的时候 他的痛苦多于快乐 他就会希望别人告诉他 我应该怎么做 我必须怎么做 那什么才是对的 什么才是好的 由必然来帮他决定 因此我要跟大家分享 意志力 它到底是什么 意志力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意志力呢 就是一个人决定集中注意 或者是解除注意力的地方 也就是说 用意志力来掌握你的注意力 意志力决定 就是做决定的力量 意志力就是做决定的力量 所以如果一个人呢 他可以从年轻 或是非常小的时候 就开始来训练 他如何引导他注意力 在他生命中所想要的事情上 他就会发现可能性变多了 机会大到也会展生了 如果在你的平常生活中 在你的直癌生癌当中 你常常把注意力放在 对你有帮助的事情上 你就会因此而快乐 而变得有机会 甚至充满了正向能量 一个人呢 在受苦的时候 怎么样脱离被席卷的苦恼 他来做到爱自己 并且向上扬升 我想要跟你分享的几个步骤 第一个你要能觉察我自己发生什么事 当一个人能觉察我自己发生什么事 我常常讲的那句话 警觉是智慧的开端 当一个人有能觉察他自己发生什么事 接下来他要承认 接下现在 接受当下现在的自己 并且呢 要能辨识来控制自我 辨识自己在这个状态 然后控制怎么做 运用意志力 做决定 到你对自己有帮助的事情上 并且采取大量的行动 让自己向上扬升 当你做完了 做到了 别忘了 欣赏自己所做到的美好的事情 很多人 他们总是自我批判 自我指责 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叫做 以正这个内在的言行举止 但是他不知道他这样的自我批判 自我毁灭 自我指责 其实会造成他很大的负面能量 所以啊 意志力决定你能不能正面思考 一个人的意志力决定他能不能正面的思考 一个好的正向思考 他胜过一万个 一万个负面的思想的能量 所有的好的思想都是强而有力 并且呢 他是可以带来很大的能量的 而负面思考会让你软弱无力 如果你聆听别人的抱怨 并且把焦点放在他的抱怨 其实同情他 赞同他 其实你就是让他吸引 包括你吸引更多的怨恨 或者是埋怨的能量 一个人是否能正面思考 代表这个人有没有能力脱离他的生命的黑暗面 并且呢 有能力把注意力放在他想要的希望上 而不是困难当中 别忘了 亲爱的伙伴 你是你自己命运的设计师 你可以改变自己 并且主宰自己的命运 而这个命就在你的手上 这个运就在你的手上 所以我想要你跟我一起说 我是快乐的 我是富足的 我是健康的 我每一天都充满了活力 我现在是完整完美的 我是强壮有力量的 我充满爱 我拥有和谐又快乐的人生 跟人际关系 别忘了你的生命结局就是你自己所选择的 怎么样让自己的美丽未来可以越来越好 我呢 常常跟伙伴来讲 你有一个超级无敌的大脑 你想什么就会来什么 所以呢 多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脑袋 多多的观想你想要的事情上 那这就是所谓的吸引力法则 当你的注意力放在你希望的期盼 想要的愿景上 观想达到这个目标 拥有你想要的人事物的时候 你内在的感受 那当下的画面又是什么 感觉你仿佛已经在那个当下的感觉 你的频率就会提升上来 所以啊 意志力丰富你的生命能量 别忘了 在睡觉前或是与人互动的时候 多想想生命中美好的事 多想想你生命中觉得幸福跟满足的事 怎么样来创造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秘密这本书里面告诉我们 创造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要求 第二个要相信 第三个接收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切 都是过去的想法所累积 而我们现在生命的着力点 就在创造未来 如果你想要富裕 记得专注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专注在你想要创造的事情上 与人和谐互动 多多的欣赏自己 欣赏自己 多多的爱自己 爱别人 当你说话的时候 记得记得记得 永远只说你想要的 当你所说的话 就很像跟你的上帝 跟你的内在心灵 主人去下订单 所以多说自己想要的 想要身体健康 就看到不断自己 让自己的细胞活化的部分 而且呢 记得还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 就是对周遭的事物表达赞美跟祝福 因为赞美跟祝福呢 它可以化解一切负面的状态 并且呢 这样的爱也会回报到你的身上 当你不断的祝福跟赞美的时候 你就处在爱的最高的频率 它是你生命的一切 它也可以让你祝福这周遭世界的一切 最后还是那句话 怎么样让自己接受宇宙最重要的无限财富 也是最正向的生命能量 多多的感谢 感谢能让你的心灵更接受宇宙的创造能量 达到和谐的状态 感恩啊 可以让你的生命更丰富 我感谢有美丽心语跟各位相会 我感谢你打开这个频道 我感谢你帮我分享 我感谢我们生命中所有的有缘的人事物 我们祝福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事情 以上是美丽老师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让自己运用意志力 来丰富生命能量的好方法 美丽心语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 持续观赏美丽心语 留意美丽心语 期待再跟你相会 谢谢你的观赏 谢谢你 再见